以前见菩提升的都是人叶一鼓一啊什么的 这个刘炳毅在前面唱歌 他是中央乐团的 而且是小乐队的 最牛的 长笛 后来我就突然呢 哎呦 小伙子走在前面唱歌了 我觉得这唱歌 这种唱歌是有音乐底蕴的 所以我给崇拜他 为什么崇拜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从小的愿望 就是想唱歌 没唱过 少年合唱团的 你别说我是航天级蔡国庆的诗歌 那咱们认识太晚了 对啊 晚了以后呢 那咱们认识太晚了 所以我这样就特别崇拜 但是你唱得挺好的呀 特别崇拜福庆 后来唱得好跟他有关系的鼓励我 是吗 这几年我采访了很多你们当年的同学 就是你们那几届 他们经常讲你们俩的故事 讲说当年光北老师怎么骑个自行车带着你 说你的长发飘飘 惊叹了整个校园 请问这事是真的吗 那时候我年轻的时候还是不错 现在也很好 您就比他小两届是吧 对 三届 三届 他是我的师哥 对 他们讲了 说那个光北吧 一开始刚上学的时候特老实 看得特好 老大哥说大家都喜欢他 说谁也没防着 都马上要毕业了 整一小学妹每天在学校里招摇 是这样吗 光北老师 是这样 那时候戏与学院是两年招刺生 我是82年入学 而且我是学校的 学校的学生会主席 学校的团队数据 利用植物之变 而且那时候戏与学院是明确规定 学生在校期间是不允许谈恋爱的 有很多同学就是因为谈恋爱 哦 处分不说了 有的甚至被开除 选退 还有这事呢 那年代是那年代 因为八几年嘛 你看 那您怎么敢呢 胆大呗 这就靠自己的自律呗 自律呗 还有植物之变 对 还有植物之变 谈心呐 帮服啊 那不是这样 比如说吧 就是幼儿学生会主席嘛 就是看他比如说 有运动会的时候 是吧 跳高 他跳高不得谈跳得比好 嗯 然后你得关心同学 他得正常的关心 正常的关心 咋第一次没跳过去是吧 你得过去 哎 陈伟同学 不要胆怯 努力地往上跳 你一定 这真的 真的 本来你知道 我从小是羽毛球的 打羽毛球的 本来我应该能取得第一名的 就这么一说 我成第二名了 我需要落实一个动作 当时你就把手 搁在你肩上了吗 不是 把手放下 不是手放下 没搁上去 就比划了一下 你跟你老公解释一下 我碰你了吗 没有 我碰了吗 你俩太幽默了 然后呢 完了以后呢 他就特别深情地点整 特别深情的 你怎么看他深情啊 就是看他这呼吸 有点急促呢 你哪有那么害羞啊 害羞的不得了 害羞的不得了 没使劲 预备 开始 没过去 本来是能得第一的 或者对我得一第二的 但是这样最心满 女童也觉得你看 选中会主席 我师哥关心我 这很重要 后来我毕业以后 这不就加上印象了吗 还有一个他喜欢音乐 他为什么喜欢音乐呢 因为他那时候 在班里学声乐吧 比较困难 谁呢 谁呢 他以前打女朋友 我在学校唱歌是不错的 因为我在部队的时候 全程队就是唱歌拿琴 我演了一个话剧 叫残酷游戏 就这个演员得在台上 用跳还得唱 他得拿琴 他去看我大戏 那时候你对我印象就不错了 后来的那时候 那时候的他你知道吗 头发比较茂密 我那时候到这儿 跟顾丁成年轻时候一样 差不多 对 我也觉得他想周润发 那时候觉得他想周润发 我说呦 我这周润发呀 我看你哪儿想周润发 那时候是这样 我那时候他这是 头发大肠 穿黑皮大肠 带礼帽 后来就是印象比较不错 后来我就 我那时候老写信 老写信 老这个互相关心 这类的 互相关心 然后就主播我们班男同学呢 就你主持过嘛 就主播班同学 比如说你俩同学 你爸管一点 这个陈美的台词 然后你何仲敬同学 对 你管一下陈美同学的声乐 因为这位同学呢 很有发展前途 需要咱们同学爱护 但我要点他们 听明白了吗 我心里有底了 你们就别忙活了 利用这种话 跟人家交底 是吧 对对 我有 还没说出什么来 所以我等我 他一别一结婚 我老师参加我婚礼 我老师你跟谁结婚 我跟陈美 什么回事 我们老师全懵了 是谁 比 zdję人家交底 可能是 一点 谢谢大家